外星文明 靈異鬼魅 陰陰奇案 禁區6666 剛才經過幾Funny 幾歡樂的一部分 那奇和那美的故事 即是依邪那奇命和依邪那美命的故事 這部分我想說三季子的來歷 三季子的誕生之謎 普遍來說的一個說法就是 你知那奇和那美兩個決裂的故事 沒錯 三季子其實是什麼 即是有地位的神 是 甚至有神社還在供奉他們 明白 就是由那奇和那美 可以說是他們的神 即是誕生出來的神 當然他們剛才交合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東西 當然有一些歷史書 不是歷史書 有一些神話書的說法 是認為是 在那奇和那美還在人間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交合或者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知道做些什麼 總之在那個過程之中誕生了三季子 有些書就是這樣說法 但是普遍現在的書籍的說法就是會說 是因為他們兩個決裂了的故事 之後才誕生三季子 我們今天就是會說這個 用蠢的說法去說 今天就是剛才說他決裂了 那時候決裂就不是無緣無故說 那美就說 那奇 你 幹嘛今晚這麼晚回家 你幹嘛三個有個唇膏印 這樣去嫌棄他 就不是這麼TVB的劇情 那就是一個挺悲劇的事 那就是說那美 就去生產 就是去山仔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誕生 因為是火神 阿富人有沒有搞錯 是啦 是啦 他當中 就是當然逼了島的中間文化之後 都不同的神士都誕生了 那當中包括什麼 他逼了一個東西這麼說 是啦 包括這個火神 叫做火之家具土 其實這個名字是挺難讀的 火神也是阿興妹生出來的 是啦 那就是火神之家具土 是啦 那個字幕錄就很簡單 三個字要懂 但是三個字串在一起讀 就不知為何很難的 中文讀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簡單來說就是細火神 是呀細火神 但是誕生於火神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悲劇 因為他真的是火來的 那變成是南美生產 生產他的時候 就被他的火燒傷了陰部 然後就不治而忘了 阿麗琪 其實事情很可憐 他很難產 你為什麼笑成這樣 你為什麼 你說他不是難產 他是神產 不過生了一塊火出來 你很難幻想 生了一塊火出來 然後生了一塊燒到 我不知為什麼 你竟然連九州島都生出來 我都生了一塊火出來 這世界很可憐 無奇不有 這個世界 轉頭說生了一塊玻璃夢 其實我不覺得有問題 其實是很可憐的 如果燒傷了下體的話 是很可憐的 整件事是 男女的下體也好 燒是最興奮的 就是萬枝娘那一隻 是燒烤的 整件事是很可憐的 但又被我們講得這麼輕鬆 那就是衣邪拿美的命 因為生了這位火神家巨頭 就不折而亡 我看回有一些書 直至少說 拿其看到因為火神燃令 拿美沒命 是一劍殺了他 沒錯 一劍殺了他報仇 但是殺了他之後 其實拿美已經死了 已經去黃泉 但拿其非常掛念他 不如之後可歌可憶的部分 就是阿闊你 用可歌可憶很悲壯的聲線去分享一下 即是娶了他的兒子 即是火之家巨頭之後 他悲壯就是娶了他的兒子 無事你 開玩笑 繼續說笑 娶完之後 他很掛念他老婆 或者他妹妹 他滴起心肝 馬上跑到王泉國 打算下去救他 這麼容易的嗎 即是衝動來的 畢竟是神來的 是的 神來的 其實也不容易的 即是他去到門口的時候 其實那個大門是緊緊的鎖閉 怎會開給你 我自己是自己的地方 你說你是神 你大了什麼 但是你有你掌管的地方 不是全部你掌管 只要這麼說 是的 去到門口的時候 他竟然見回美銘 就想著 走吧 還等什麼 你都沒進去 為什麼不走 美銘就說 你太遲來了 我已經吃了王泉國的飯菜 真的 喝了盲婆湯 類似 真的這樣 即是他回不了頭 他一定要落入王泉國 即是反映的時候 日本人的概念 都是覺得一世 一個世 即是人世完了 去到下一世之間 是有一件事 要是令到你沒有了以前的 可能的記憶 或者你以前過往的 關你事的事情 即是每月了無牽掛 才可以再去下一世 應該我相信這個概念 即是跟中國有同一個概念 但是挺不開心的 去到這裡 是的 那他又要下去王泉國 那哥哥就說 喂 不行 你這樣下去我以後怎樣 那哥哥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和你王泉國的人商量一下 看看我可不可以帶你走 那悲慘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慢慢來 還有補充一點點 依邪南美銘有叫拿奇不要去望他 是的 因為始終有不同書籍 我看了那份就說 拿美叫拿奇不要去望他 但最後伊邪拿奇明是沒有聽他說 照樣去望他正面 為何不能看呢 是的 然後阿闊說 那裏說 為何不能看呢 因為他這裏沒有說到 拿奇去的時候 是拿著任何照明物體 我想那個環境是比較黑暗 當他見美銘為何這麼久還沒出來 於是他就在頭髮上面 拔了髮簪 拿著武器 進去找拿美銘的時候 已經發現到他 原本很嬌美的美銘 身體已經開始腐爛了 上面還流著一些濃血 還加上那些黃白色的追蟲 整個美銘和追蟲 就好像一塊東西 蠕動的狀態 拿奇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有一點點比《Star Wars》第六集的肥蟲 我想比那個肥蟲 那肥蟲再有些腐爛 再加一些蟲在上面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應該有一個印象出來 沒錯 聽到這裏也很悲慘的故事 但接下來 不知為何日本神話很有趣 往往在一部分很悲慘 轉頭就好像有點不同了 無緣無故我看的那個 明明是文藝悲劇片 看來突然變成動作片 又回到動作片 又回到動作片 不是那種動作 是成龍那種 警察故事的動作片 不是你在愛情動作片 先冷靜一點 把我的情緒又帶回來 知不知道我的男性還沒有幻想 冷靜一點 我再說下去 接著說 伊邪娜奇明 看到他這麼恐怖的樣子 原本以為可歌可音的故事 好像不嫌棄他 很傷心 但這個時候 伊邪娜奇明做了很多 天下的男人 都可能會做的事 說到尾都是看樣子 可以這樣說 伊邪娜奇明 以前不知道哪些港產片 就說 在Disco 找了一些女士 去茶餐廳照一照 有一盞燈 一見那個樣子 就叫他走 那娜奇 就做同樣的事 他那個照走 他見到伊邪娜美明 變得這麼恐怖 他馬上反過來走 原本以為 娜美會很傷心地哭泣 然後關閘完故事 誰知道不是 伊邪娜美明 原來覺得很憤怒 結果你一生長水眼來找我 找完我之後 你見我養蠢 你走 你拋棄我 被拋棄的女子 是最恐怖的 結果 反過來 阿娜美明 是派黃泉 黃泉醜女 去追趕 追殺伊邪娜奇 好像還不止一個 應該是一群的 總之就是恩愛誠恨 十倍奉還給你 十倍奉還 很滿宅直樹 然後覺得 你拋棄我 然後再追殺伊邪娜奇 整件事就覺得 剛才不明白 可歌可憂的愛情故事 突然變成警察故事 整件事就 很奇怪 然後繼續追趕他 結果就說 伊邪娜奇 明是去到 即是藍的位 就是去到 黃泉被梁板的時候 用鋸石 去堵截了別人整條去路 總之是用鋸石之術的東西 封了去路 應該不說 用鋸石 用鋸石 鋸石 鋸石 黃泉醜女 和伊邪娜美明 都沒有一個人來追殺他 然後他就準備離開 但其實他們兩個 還是有個誓言 覺得已經直接決裂了 甚至於這個我看的 之後有說 伊邪娜美明 就有說 意思是 吾當狡煞 與所自國民日 將千頭 明白嗎 不明白 即是甚麼 我有一個譯了版本 然後我再說 那奇那句 你再一次譯了 那奇就是說 吾則當產日 將千五百頭 我都覺得是 然後有勞 不關你事 其實美明是說甚麼呢 美明就說 啊我的夫君 你竟然做了這麼無情的事 對待我 我要每天殺死一千個 你國家的人民 這樣 那哥就說 啊我的前妻 前妻 你真的這樣譯 我的前妻 變得很快 其實他死了就是沒有離婚 他現在就是擺明離婚了 就是這樣 那奇落在黃泉的撇女 就是整件事 所以我還沒這麼生氣去追殺他 唉 但是你解開一點點 你老實實 你已經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很難跟你生活 對不對 難得你肯說真心話 但我都覺得這些是人渣 這個真的很可歌的一位故事 我已經避免了黃泉的撇女 好啦我先譯掉他 他先譯掉他 他就說 我的前妻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唯有每天將一千五百個人 帶到這個世界上 你殺那麼多 我帶回那麼多 對 根本 其實有幾個人這樣說 其實是一種當時寫的神話 作這個神話的人 一種生同死的觀念 就覺得這個世上 簡單來說就是一雞死一雞命 就覺得這個世上 可能每天有很多人會死 但是同時每天都有很多人誕生 其實他可能嘗試用一個神話故事 然後就把他見到這個人世間所發生的這件事 就好像用一個神話故事解釋了 為什麼每天會有這麼多人生 然後每天會有這麼多人死 其實是可能那時古代的人 對生死一種嘗試用神話去解釋的方法 即是當時你也知道 不會是科學的解釋 嘗試用神話包裝 解釋生死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這麼破格的故事就到這裡 其實他這個故事 還有一個引申出來的 很少很短的 就是經常聽日本人說 那些土可以驅軌的 什麼土?泥土? 吐泥狼的肚 粉紅色屁股的肚 真的沒有靈量的肚 是生日送的肚 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 就是剛才大王所說 在設立這個路障之前 買了什麼婦女 黃泉醜女 沒有什麼差的 追著的 然後美銘旁邊的八隻雷神 又派那些千多萬的黃泉軍 追著他 阿哥不知道為什麼 在黃泉國裏面有一棵桃樹 正面磨了 有三個肚 他就拿一手 摘了之後 總之其實就是 他就當像Granet這樣用 對 然後那些故事就說 那些黃泉軍看到三個肚子 發了麻就吃 然後就不追他 就視乎他才可以設個路障 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這些神話 永遠都有出奇不異的絕招 就是中國神話 沒有於歡樂為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歌可哭 可歌可哭到尾 不會問到尾 變了那麼多 其實這件事真的會搞笑 真的會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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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設定了一個機械 全開頭 所以現在日本人會覺得 口會有辟邪 就是這樣來 就是這樣來 我剛才說過 剛才那個宣言 就是每天殺那麼多人 每天殺那麼多人 就是這兩位神 伊邪娜其命 伊邪娜美命 正式決裂 決別的一下 但是我剛才說過 他決裂的這件事 就是大部分神話認為 接著就是令到三季子所產生的原因 接著就是 始終阿娜其命 我覺得他應該是挺迷信的人 之前說什麼女人唱歌 先就不老禮 他想一下 他落到黃泉 他臨走之前 他走的時候 會覺得整件事好像很不老禮 接著就覺得 沾染到很多邪魔的物體 物質 他就要做一個儀式 去結淨自己 而在結淨這個過程中 就產生了三季子 我覺得整件事很醜 好像看到一個醜的女人 就自己中了疚 或者中了邪魔 然後就要去結淨 但是阿娜你明明 這樣也很難說 其實三季子 為什麼可以在結淨 淨化自己的過程中產生呢 阿寬 其實你與其說 為什麼淨化的時候 會有這些三季子出現呢 不如說一下他其實在哪裡 因為他自己是說什麼 在這個什麼 日向國亞波奇緣 那條那裡 我現在考慮你再多讀一次 日向國亞波奇緣 什麼啊 都不知道是什麼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我可以再詳細考察一下 再做一個日本神話強化版 什麼都脫了 底褲 他就見上游 那裡就很喘急 下游的平衡 不知道為什麼就一跳下去 就洗了 剛剛那個名字是河名 應該是地方隔壁的那條河 明白了 沙田側的城門河 那種意思 糟糕了 那裡越洗越差 當然不要吃 洗 當然洗全身 那順著 洗左眼的時候 左眼突然有一個閃耀的光輝 就迫出來 變成什麼 我那個堅持就迫出來 我堅持 要迫的 我堅持 不是誕生的 不是用誕生 生動一點 誕生 光臨 這樣 左眼那些閃耀的光輝 迫了什麼呢 就是叫做天照大禦神 洗右眼的時候 就再迫這個叫穴毒明 洗洗我的眼睛就迫了穴毒明 洗鼻歌的時候 我好像不是北京 但是洗鼻歌你洗了什麼 不是洗鼻屎 對 不要餓 還有鼻屎 還有鼻屎 對 鼻屎加鼻屎 這是什麼洗的 你這樣說法 其實眼都是眼屎 對 兩顆眼屎 我叫北京 我明白 72年 兩顆眼屎變了我神 洗眼不會洗水晶出來 駱王廚歌好像蒲霸 蒲霸 剛才我說整個過程都好像蒲霸失敗 然後走 變成這樣 在清洗的過程中 就迫了天照大禦神 忘記說 洗鼻的時候 衰作之難 只是迫了三個 他沒有繼續洗下去 沒有了 可能會發覺 我迫一迫 洗一洗 我再洗下去 真的迫到不夠位置做 家裡沒有米羊 不是這樣 這期說得對 其實我這個資料也有說到 其實除了這三鬼子之外 從他身上洗掉的其他污垢 都化成為八十禍津日神 大佬 就是什麼 簡單一點 很多個詞 不要那麼多詞 A就是八十禍津日神 B就是大禍津日神 等於十一個神 還有什麼 底筒之難命 可能是底褲 不知道 真的 真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翻譯 其實有說的 很多 我簡單一點說 可以一邊洗下去 一邊洗去一邊 其實洗很多東西 越洗越別 但是為什麼會在這裡 洗出來這麼多東西 就是底褲又成 為什麼會靈寫寫 說這三位神明 就是因為他覺得 伊邪那其明 就覺得 這三位神 是特別有神力 特別會有 治理一個地方 國家的能力 那三個神 是靈寫不同 靈寫有所謂 用中國的討論 就是有慰根 他靈寫有慰根 所以就稱他這三個 左眼 右眼 鼻孔 這三位神 就做三季子 就因為他靈寫 常識這三位神 之後他會說 其實他是想去刷封這三位神 去守不同地方 是嗎 如果提到三季子 其中一個最大的那個 就肯定是天照大禦神 即是左眼出來的 是啦 是啦 就像大王所說 伊邪那其明 生完之後 就很高興了 就對著天照大禦神 就給了一件信物 是什麼呢 就叫做 御倉板舉之散 是辱村來的 叫他 就對了 你去高天原那裡 和我去管治一下 從此之後 天照大禦神 就代表日間 或者太陽的象徵 剛才我講過 其實高天原就是 好像天庭那樣的概念 天堂的概念 所以他給了天照大禦神去管 都代表他覺得他是最大 最有能力去管那個 才給最重要的重地去管 然後就還有穴獨明 是吧 穴獨明 叫他去治理野之國 這樣就成為穴神 最後就是衰助之難明 就叫他去治理海洋 成為風暴和地震之神 這樣 現在我們就講了 我終於講過三季子出場 其實三季子都是有很多 錯綜複雜的故事 終於不是交合那些什麼 雖然他現在有產生過的神 但是我們在這個資料裏 都沒有剛才那樣刺激的交合場面 所以我們不如 那一節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這三位神 有什麼錯綜複雜的關係 好嗎 好啊 先休息一會 好啊